台东东河湘台二三线登仙桥 在昨天发生一起死亡车祸 66岁陈信男子载着4位员工 从市区开往太原工作 于是身体不适车辆又偏使出车道之后 致壮山壁及护栏 造成车上乘客4个人受伤 而其中陈信驾驶因为伤势严重 送医之后宣告不知 画面上可以看到小客车车头严重回损 可以想象当时的撞击力道非常大 台东东河湘台二三线登仙桥 昨日下午2点02分左右 发生一起死亡车祸 台东66岁陈信男子驾车 载着4位员工从市区开往太原冰廊员工作 新京台二三线41.2公里猝食 一四身体不适 车辆右偏冲出车道后 直撞山壁以及护栏 造成车上乘客4人受伤 其中陈信驾驶因为伤势严重 送医后在下午3点41分宣告不知 驾驶为66岁陈信男子 载着4位员工 一路由台东市区开往太原 行经台二三线41.2公里猝食 一四身体不适 致状伤病及护栏 事故导致乘客4人受伤 而驾驶当场欧卡 有效攻击人员送 布东医院重贡分院急救 并将伤者分别送往台东基督教医院 及台东买家医院观察治疗 详细事故原因 本分局课证调查离清中 而详细的事故原因 正由台东县警察局成功分局调查离清中 接盘罪东和乡报道